聚会吃完饭 我们商量着下一场 是去酒吧还是KTV的时候 阿兵摆了摆手 笑着说 你们玩吧 我就不去了 我们所有人用一种 奇怪的表情看着他 还是老大先打破了沉默 哥们 今天碰头都是为了庆祝你分手的 结果你自己先溜了 这些人都没有 像话吗 阿兵看了看所有人 然后低下了头 吞吞吐吐地说 我想了想 还是不去了 然后就自顾自地 收拾东西 准备离开了 阿兵走后我们哥几个 面面相去 主角离场 好像去下一个主场 也失去了意义 反而开始在饭桌边 有一大没一大的扯了起来 扯得还净是阿兵这些年 恋爱的迫事 老大先发话了 他说以前一直觉得 就算结婚了 我们的兄弟情 也不会变的 但自从阿兵追到那姑娘之后 自己就恨不得天天和大家 待在一起 就怕哪一天 我们也谈恋爱 就找不到人了 老三补充说着 说有两次打牌 实在三缺一 打电话给阿兵 让他来顶两三个小时 被他一口拒绝了 倒不是因为忙什么的 就是女朋友不让 想想大学的时候 就数他排气最好了 结果这种显摆的机会 就被轻易放弃了 老腰炸炸乎乎的 打断了老三的话 说有一次下班的路上 碰到阿兵了 就硬是拉着他 在路边聊了几句 问他在忙什么 他说赶着回家 给媳妇做晚饭 其实他这几年工作 干得实在不错 也听我们学长说了 也算是圈子里 有头有脸的人物 结果问他有什么爱好 他就说每天最喜欢干的 就是回家陪老婆吃饭 这之后 大家动一句吸一句 又说了好久 说了很多大学时候的糗事 也说了工作时的不如意 当然聊得最多的 还是阿兵和他女朋友 聊到最后 大家突然就不说话 老大干了一杯酒 说给我们听 也好像是自言自语地说着 其实阿兵的女朋友 真的很幸福 他指了指 那个空座位 你看就算闹脾气分手了 他还是这样 不泡巴不喝酒 吃完饭就回家 前两天去买蛋糕 有个女孩要叫他微信 被他一口拒绝了 犹豫都不带犹豫一下的 你们说阿兵这样 他自己会觉得委屈吗 老三说完 我们所有人都沉默了 然后纷纷摇头 手机在这时候 不合时宜地响起了 是群里的消息 阿兵说他和女朋友复合了 让我们所有人玩得开心 我们大家都笑了起来 不知道谁先举的杯 然后用力地碰了一下 也许生活很平淡 也许日复一日的坚持 也未必会有回报 也许会很累 也许有时候 也会闹闹小脾气 也许会委屈 也许会有意外事件 打扰幸福生活 但我们都始终 期待着 憧憬着 憧憬着偏爱 永远都在 没影视着男人 是假的 没什么执着 一百年前 你不是你 我不是我 欣憶出于你的 我借了寄托 却变成我的心魔 你属于谁的 我刚好经过 却带来朝经朝落 都是因为一路上 一路上 大雨曾经滂沱 证明你有来过 可是当我闭上眼 再睁开眼 只看见沙漠 哪里有什么骆驼 泪影是真的 哪是假的 没什么执着 一百年前 你不是你 我不是我 你爱是真的 泪指着的 本来没应过 一百年后 没有你 也没有我 我 不注意天的 我借来吹吹 却吹进人间 将养火 他说谁的 我借来欣赏 却看到你的轮廓 都是因为一路上 一路上 大雨曾经滂沱 证明你有来过 可是当我闭上眼 可是当我闭上眼 才睁开眼 只看见沙漠 哪里有什么骆驼 你爱是真的 你爱是真的 是假的 没什么执着 一百年前 你不是你 我不是我 你爱是真的 那里是真的 本来没应过 一百年后 没有你 也没有我 没应是真的 人是假的 没什么执着 一百年前 你不是你 我不是我 你爱是真的 你爱是真的 本来没应过 一百年后 没有你 也没有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